美海关严审中国学生背景 为了对抗中共渗透和盗窃美国的先进技术 美国海关严格审查每一个入境的中国旅客的个人背景 一旦有疑虑 立即遣返并注销签证 你是中共党员吗 6月22日 中国日报报道说 有四名赴美留学及参加学术会议的中国学生 入境美国时被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执法人员 分别带到询问室 连续盘查十余小时 美国执法人员主要针对四名中国学生的个人和家庭情况 在美学习和实习是否为中共党员 是否与中共政府合作等情况进行反复盘问 报道称 执法人员尤其关注党员身份等政治背景 和计算机相关科研背景 盘查过程中 执法人员扣留其中一人电子产品 并将另外三人遣返 美方还拒绝两名当事人与家人朋友联系 造成其中一人超30小时与外界失联 这四名学生均为理工科背景 其中两人研究方向与人工智能相关 另据不完全统计 近年来 被美方盘查的中方人员中 至少有30余名计算机相关专业的中国留学生 其中博士占比超过一半 多数就读美国知名高校 研究方向覆盖人工智能 信息科学 网络安全 电器 软件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等领域 2020年5月 时任总统川普发布第10043号行政令 禁止与中共军方有关 持F签学生签证和拒签访问学者签证的中国学生和学者入境美国 同年12月3日 美国务院发布新规 限制中共党员及其直系亲属赴美旅行 2021年7月 中共媒体曾透露500多名中国理工科研究生被美国拒签 中共外交部还对美国提出了严正交涉 但美国国务院和驻华大使馆当时回应 相关的签证限制针对性强只影响极少数人 前苹果华人工程师因窃密获刑 据大纪元报道 2022年8月22日 苹果公司前华人工程师张小浪在加州盛河西联邦法院认罪 他被指控窃取苹果公司自动驾驶车项目的机密技术信息 2018年在准备飞回中国时被捕 2024年2月 张小浪被判处120天监禁和十多万美元的罚款 张最初面临最高10年监禁和25万美元罚款 张小浪自2015年以来一直在苹果公司工作 曾担任苹果公司自动驾驶汽车计划 代号为泰坦计划的硬件工程师 2018年4月30日 张向苹果表示 他将辞去工作 以便返回中国与生病的母亲在一起 根据在该案中提交的一份宣誓书 苹果随后得知张为小鹏汽车工作 根据苹果公司的投诉内容 张通过AirJap将一份包含苹果自驾车电路板工程员里图的25页文件 传输到他妻子的笔记本电脑上 他还保存了一份描述苹果笔记本电脑原型的技术手册 此外 还从苹果开发实验室 窃取电路板和一台Linux服务器 华人工程师涉及侦测核弹发射机密被捕 据中央社2月7日报道 一名在中国出生的美国研究人员 57岁男性 龚成光 被控窃取包括用于侦测核弹发射技术的商业机密 在加州盛河西遭到逮捕 龚成光2011年规划为美国公民 被控从他曾短暂任职过的研发公司 将超过3600个档案转移到个人的储存装置中 司法部并未公布这间公司的名称 中国人凭膳闯美军基地引起间谍威胁 美国还发生了过百起 中国人私闯美国军事基地的丑闻 华尔街日报2023年9月指出 据美国官员称 近年来 中国公民闯入美军军事基地或敏感场所的案例 已达超过100起 这些事件似乎是为了试探美国军事设施 和其他联邦机构的安全措施 引发美方担忧 不过 美国很难以间谍罪实际起诉这些人 多数个案只因非法入侵而遭短期拘留 例如 佛罗里达州基维斯特岛的海军航空基地 多次发生中国人擅闯案例 他们常自称游客 在美军基地附近的水域游泳和拍照 2020年 有三名中国籍人士因擅闯该基地拍照 遭判9个月至12个月不等的刑期 2024年5月 今日美国一层报道 近期屡屡有中国人 试图闯入阿拉斯加州的军事设施 同样自称观光客 但实际上可能是间谍 其中一个案例 一群中国人 驾车直接冲过温赖特保基地的检查哨 最终被拦下来时 美军在车上搜索到无人机等设备 阿拉斯加共和党众议员沙利文 当时发声明表示 不论是中国间谍气球 俄罗斯轰炸机 还是阿拉斯加疑似有中国间谍的报道 都在一次敲行警钟 让人认知到 我们置身于中俄独裁者专制侵略的新时代 网友劝善与邪恶中共为伍必遭殃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海关 被取消签证并被遣返的报道 引起了海外华人网友的关注 此前有多家媒体报道 中共在美国高校设立留学生党支部 定期召开海外留学生党支部大会 并组织各种活动为中共摇旗呐喊等 网友Petcher在X上警告 刘美刘家的中国学生注意了 不能做小粉红了 党支部的组织活动少过啊 拉洪福宣传中共意识形态的政治活动有记录 对日本地震 美加森林大伙幸灾乐祸不要做啊 围攻香港留学生抗议活动不能搞啊 与领事馆联系不要太勤啊 否则遭遣返啊 很多网友劝说中国留学生 不要做小粉红为中共站台 大阪麦歌真心希望这条消息是真的 针对这些粉红学生 美国 日本都应该立法来驱除 762021 而且粉红学生往往都是去镀金的赵家人的子女和狗腿子 还有网友跟帖说 美国宽容到不可想象 在中国就算间谍罪 无期徒刑 不但害自己 也害了其他华人在别人面前的印象 千万别弯道超车非法赚钱 美国早就该这样做了 外交上都应该对等 美国不欢迎忘恩负义的五毛粉去垃圾 让他们回去好好当一名红卫兵 勿尽其用 甚好甚好 与邪恶的中共为伍 必遭殃 厄瓜多取消对中国免签 走线大门关闭 厄瓜多最近宣布 将从今年7月1日起 暂停对中国公民的免签政策 这个南美洲小国 是绝大多数走线的中国人的旅途起点 他们从厄瓜多开始 踏上这条横跨十数个国家的充满危险的道路 从美墨边境进入美国 这一新政策将会大大影响走线方案的可行性 通过走线 已经顺利在美国落脚的意见人士李小三 告诉美国之音 这意味着走线成为历史了 大门已经关了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 亚利航德罗马约卡斯 今年4月在一次预算听证会上 告诉美国国会众议院 他与中国同航进行了接触 以确保中国开始接受遣返航班 这样美方就能够让那些 没有流美法律依据的中国移民 得到一个后果 美国之音向国土安全部发邮件 询问和中国合作遣返非法移民的具体事宜 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复 据美联社的报道 跟踪驱逐出境的航班的 倡导组织边境见证人的 托马斯卡特赖特称 一架再有少量 但数量不详的被遣返者的包机 于3月30日降落在中国沈阳 去年底 带着12岁的女儿 走线到达美国的广西人郭斌 告诉记者 5月以来 在洛杉矶的走线人群体中 听说了一些中国走线人被遣返的势力 确实是有被遣返 可以就地遣返 去年2月 通过走线 进入德克萨斯州的周语 告诉记者 从中国来的走线人之中 有人不用被送往移民间 有人在移民间中关了几天 有人像他这样 关了很久才被释放 也有人从移民间中 直接被遣返回中国 没有什么规律 美国加强边境管控 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3年12月 非法入境人数 创下新记录 但从2024年1月开始 每月非法入境人数 相比去年12月 有大幅下降 今年5月的最新数据 比4月下降了9% 和去年同期相比 则减少了17% 2023年12月底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和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 访问了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 会见了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 曼努埃尔 洛佩斯 奥弗拉多尔 和其他墨西哥官员 并讨论了大量非法移民 经由墨西哥进入美国所带来的问题 此次访问后不久 墨西哥的国民警卫队 军队和国家移民研究所人员 就在主要道路上设立了新的检查站 他们增加了对比较多人使用的 进入美国的过境点的巡逻 也将很多走线人从往北前往 美墨边境的道路上拦截下来 根据统计 今年1月和2月 墨西哥移民部队打破了 单月逮捕移民记录 郭斌也在走线群体中观察到了这一现象 他表示 有些走线人在穿越墨西哥 一路北上的过程中被拦截下来 美国联邦政府的移民官 确实和墨西哥政府合作 移民官深入到墨西哥中部拦截移民 这些人被拦截下来后 被送往墨西哥南部 他们如果要继续走线旅程 则必须从离美国更远的地方重新开始 在一次又一次被拦截的过程中 他们耗费大量的时间与金钱精力 许多走线人原本就手头拮据 语言不通 这样的过程反复几次 就有可能彻底打消他们去美国的念头 但郭斌也表示 这并不代表穿越墨西哥毫无办法 他对记者提到了舌头常用的贿赂等各种手段 有人的地方总有江湖也总有腐败各种各样的手段都有 他总结道 古巴和玻利维亚获成新的走线起点站 33岁的安徽人王中伟自从去年5月走线成功后 因为参加公开抗议活动和接受采访 已经成为了洛杉矶走线圈中的红人 许多走线成功和正在走线的中国人都会和他联络 寻求帮助或者交流咨询 他向记者介绍了 该群体对于厄瓜多取消对中国免签政策的反应 讨论的非常热烈 这个影响挺大的 基本上走线群体里80%以上都是走厄瓜多来的 他自己也选用了这条路线 但他表示 人们离开中国 论到美国的意愿依然强烈 所以大家也在讨论新的路线 可以飞古巴 还可以飞玻利维亚 今年5月 古巴政府决定对持普通护照入境 过境古巴且停留不超过90天的中国公民 实施免签政策 5月17日 国航恢复了疫情期间停止的北京京亭马德里 到达哈瓦那的直飞航线 每周两班 这条航线也是中国与古巴之间唯一的航线 古巴到佛罗里达州最南端的直线距离不到100英里 佛罗里达海峡和古巴之间的峡宅水道 过去几十年里 一直是古巴当地居民的偷渡路线 美国海防队也一直在此海域抓到乘坐各种船只 包括简陋自制船只偷渡的人 但这段旅程非常危险 根据报道 即使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佛罗里达海峡汹涌的海水也可能让船只摇摇晃晃 而自制船只 经验不足的水手 恶劣的天气则可能会有致命的危险 但王中伟表示已经有计划走线的中国人决定尝试这条道路 此前也有中国人从古巴成功入境美国的先例 2023年10月 11名男性与6名女性中国公民从古巴非法进入佛州拉格礁岛后被逮捕 李小三则认为 许多走线人虽然想要离开中国 但还是会考虑到旅途中的危险程度 而古巴到佛罗里达州的路线对他们来说太过冒险了 这条线很危险 因为是海陆死人很多 他自己在从厄瓜多开始走线的途中也遇到古巴人 因为忌惮海陆的危险选择从陆路绕行 中国人也开始研究 把玻利维亚作为走线第一站的路线 根据玻利维亚政府网页持外交公务 公务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免迁入境玻利维亚 对于持有普通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 玻利维亚支持旅游形式的落地迁 过境签证可停留15天 旅游和访问签证可停留30天 到达玻利维亚境内后 这些人需要穿越秘鲁境内 从陆路到达厄瓜多 让原本就漫长而危险的走线路途更加困难 走线人普遍认为 从陆路偷渡进入厄瓜多 比乘坐飞机入境厄瓜多 被海关检查证件更可行 他们又开发新路线了 比如说像委内瑞达 或者说从埃及开罗非洪都拉斯 在走线过程中 曾使用舌头的郭斌 告诉了记者这些舌头计划的新路线 记者查询后发现 洪都拉斯和委内瑞拉 并未对中国公民免签 但郭斌说舌头们可以打点好一切 那些当地黑帮舌头 他们可以带着绕路给钱就行 带着绕开边境 绕开检查站 走线的快捷板 拥有日本等国家签证 可直飞墨西哥 近几个月来 乘坐飞机到达墨西哥后 直接跨越边境 进入美国的快捷板走线 也开始流行 郭斌告诉记者 因为两个国家的政策和施压 很多舌头都做不了了 现在也很难走了 他们现在要走 就想办法找舌头 或者中介办日本 墨西哥 英国的签证 办好以后 他们就直奔墨西哥 然后在墨西哥找舌头翻墙 但不像走线这样 人人都可以走 他这种方法 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可以走 因为办这些签证都有门槛 去年12月底 网名天坛妈妈的网友 在网级网路上发表了 他和儿子 以及朋友母女 在拥有日本多次签证的情况下 从日本飞到墨西哥城 在边境城市地华纳 入境美国的经历 被许多网民和自媒体转发 根据墨西哥入境政策 持有至少两年有效期的英国签证 欧洲深根签证多次 和日本三五年多次签证 都可以入境墨西哥 今年初 CNN曾报道过 如果能够支付至少两万美元 走线的路途会变得更加容易 中介会帮助获得日本的多次入境签证 免签证入境墨西哥后 前往美墨边境 李小三告诉记者 日本这条线很贵 办下来一个人要很多钱 听来的人说的到美国可能要20万 记者在抖音上采访了一位 不愿透露姓名的走线中介 他给出的全包 即包含了签证费用 和旅途中所有的交通 住宿费用 价格在2万到3万美金 如果签证需要的文件 包括在职证明 社保证明 银行流水等 都需要中介提供的话 费用会比较贵 如果资料本身已经齐全 则收费相对便宜 中介会找中国的旅行社 帮忙获得日本签证 也会帮忙准备日本和墨西哥 旅游的行程 交走线人非日本和墨西哥 时应对海关提问的话术 你知道吗 很多旅行社代办 日本多次签证的门槛也提高了 他们也担心办了之后 被发现是偷渡的 整个旅行社都要倒霉 该中介表示 最近生意也不好做 近日 网上流传着一份 日本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6月13日 给个旅行社的书面通知 通知中的旅行社 被领事馆撤销 赴日旅游签证 美国之音邮件询问了领事馆 截至发稿 未收到回复 李小三表示 自己老家洛阳前阵子 有不少人通过这条途径 走线到美国 根据网传文件 洛阳赫然在旅客境外 非法滞留高发地区的 黑名单之列 造假资料的国内旅行社 被严查 这条线也断了 走线大门或已关闭 在中国被国安部门 找上门来的意见者 李小三走线之后 在纽约开了一家翻译公司 他已经通过了 政治庇护申请的预审听证会 今年将会出庭 个人排期听证会 也拿到了工作许可 他感慨 自己能够来到美国 开展新生活 是很幸运的 也为现在想要离开的 中国同胞感到不幸 他认为 恶瓜多免签政策实施后 即使中国人 使用其他新的路线 能成功到达美国 并留下来的几率 也大大降低 大门关了 门缝里又能挤进来多少人 他感慨到 现在是签证收紧 美国海关收紧 边境政策收紧 大人物们见个面 发个声明 小人物的命运 就会天壤之别 音乐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